暗黑的漁港邊 民眾拿著木棍攪動海水 木棍所到之處都有明亮的藍色跟隨 看起來好夢幻 這裡是台南江軍區的青昆山 青山漁港附近 最近有民眾偶然發現 馬祖著名的藍眼淚美景 竟然也出現在這裡 會出現藍眼淚可能是夜光蟲 隨著海水進入港邊 海水波動之下出現螢光色澤 每年三月到七月水溫 低於二十七度的時候 就是最佳上淚期 而罕見的藍眼淚美景 上個月二十一號 在桃園的竹圍漁港也出現過 藍眼淚隨著浪花出現 想要親眼目睹得碰運氣 在臺灣本島要看到藍眼淚的機率不高 要配合潮汐 風向 海流 溫度和濕度 也因為這樣每當藍眼淚意外出現 總是會出現不少的追淚民眾來朝聖 三連線網上有何正鳳 台南桃園綜合報導